oh christmas tree oh christmas tree been wondering just what you mean to me oh christmas tree 屁股好痛 honestly it's never been much about you 2022年到了 我们今天在家里面跨年 那边已经在放烟花了 大家看得到吗 下面的人都在喇叭呢 我们在开派公里 我们在开派公里面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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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吃完了 一点都不剩 我突然间想起来 之前在这个网站叫knetwise上面 定做了乌冬跟saki的照片 它可以定做这种毛衣 然后上面呢就是你们家狗狗或者猫猫的 就是手绘的那种图像 可不可爱呀 然后定做了一个家大号跟一个M码 就我跟汤圆一人一件 我们俩的居家服 还不错耶这个毛衣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每天早上起来 会在床上喷的这个储满喷雾 我一般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把床抖一抖 然后就会把它喷在床上 再让它透透气再把被子盖上 等会就要准备出门了 今天是要去外面住一晚上 然后是要到纽约上周的一个 有点像农场的一个酒店去住一晚 在出门之前给大家聊一下 我最近又升级了一丢丢的 我自己的床上用品 就是我最近新入手了一个被套 我们家之前用的被套呢都是棉的呀 然后压麻的 我就觉得它真的就是触感没有 丝质的那么柔顺 平衡体温的那种能力吧 就不如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那种真丝的那么好 我其实已经把我们家的床单 然后我的枕套都换成真丝的了 包括我的睡衣嘛之前也跟你没聊过 但是因为真丝实在是有点难打理 我就从来没有考虑过真丝的被套的 因为如果你要洗然后晾干的话 其实很麻烦 就不像什么枕套啊睡衣这些好打理嘛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去找一个 有点类似于真丝的 然后但是它有好打理的那种料子 我就查下来呢 发现有一个叫竹纤维的面料 它和真丝的特性特别的像 首先是它的触感特别的柔滑很舒服 而且它也是可以起到真丝的那种调节温度 调节体温的一个能力的 后来我找来找去呢 就看到了一个这个叫Vesta的品牌 然后这个品牌它的竹纤维呢 还是一个专利的面料 叫Super Bamboo 后来我下单收到了之后 就一摸真的好滑好软 就是有点像摸到了婴儿肌肤的那种 但是它跟真丝又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真丝是那种滑到就感觉没有什么摩擦力嘛 然后它的光泽也会特别的明显 但是这个竹纤维我觉得 是要比真丝更加的柔软 亲和你的肌肤一点 很温柔的包裹感 而且这个被套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乌冬它从来都没有上过我们两个人的床 就是它不太爱到我们的床上去睡觉 换上了这个被套之后 就没过个几天吧 它突然间就跑到我们床上去睡觉了 而且它就只睡在这个被子上面 其实我平时是觉得像乌冬和Saki 就是这种小动物啊 它们其实对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就从侧面也可以证明 就是这个被套真的有多舒服 而且你看它的正面和内里都是同样的光泽 质感是一模一样的 就一点偷工减料都没有 而且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就是那个被套内里 它和被子之间一般不是都有个固定扣吗 然后很多的被套都是像绳子 然后系起来的那种 但是它们都不是 它是一条绳子上面有个扣子 你就直接这样翻过来扣上就好了 所以你每一次在换洗被子的时候 就你要套被子的时候都特别的方便 然后我当时收到之后就马上用水洗了 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还是用烘干机烘干的 所以你平时日常打理的时候 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我真的超级推荐这个品牌的被子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看 如果你觉得你家现在的被子就盖上的时候 就是它的触感没有那么的好 然后你会觉得有点闷闷潮潮 热热的那种感觉的话 我其实都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这一款 真的盖上就是又滑又软 然后它还保暖 然后我当时顺带呢还买了一个枕头回来 是我看到他们家的一个明星的记忆棉的枕头 而且它是属于不同材料把它拼接而成的 然后像这个枕头呢你里面也可以直接就打开的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个材料的 就它不是封死的有个拉链啊 因为我们家之前用的枕头吧是属于这一种的 我就觉得它特别的松散 用起来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的有支撑性 但是我收到这个枕头的时候就 我觉得整个质感完完全全 就跟我亚马逊常买的那个不一样 表面的材料 你摸起来的时候是那种冰冰滑滑的 就很凉快 因为我这一年都是特别特别的注重 像我们两个的睡眠质量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如果睡不好的话 就人的皮肤也不好 状态也不好 然后人就精神也不太容易集中吧 然后这期就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们就现在准备打包出门呢 我们现在坐酒店的车到那边去 他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的开到那 住到那个地方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房间里面了 我们这一次订的是一个套房 的话可以给大家拍一个room tour 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房间里面了 现在直接进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进来主要的格局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先看他这边的一个客厅这里 他这里还有个火炉 而且这个火炉里面是真的可以烧木头的 然后绕过来之后呢 这边是这样的 你看他整体的这些家具都还挺复古风的 我觉得他们整个装修应该是参考了AXEL 他跑得好快哦 他好开心哦 华ики 我追你了 追你了 走 走 哈哈哈 我们本来只定了一天待在这里 但是我明天想要一整天都在这里待着 所以我们就再加了一天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待两晚上 很治愈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太美了 而且它的整个房子都会给你一种 就是觉得自己 这是我的新家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吃饭 其实这里是有餐厅的 但是我查到 就是这附近有一家餐厅 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想先去外面吃那一家 然后明天再回来吃这边的餐厅 反正明天有一整天的时间嘛 大家能看到吗 这有一整个路的家庭 他就在这家人门口 有五只 有五只 六只 他们回来了吗 他们从短回的地方回来了吗 这里好可爱啊 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吃它的这个面包 然后刚刚我们就还剩下两块 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打包 我就把那两块带回去 结果他给我打包了这么大一个 对吧 WiFi 自然的 我现在家人们很喜欢吃饭 我现在回来了 是吧 是吧 自然的话 我现在怕你还要吃饭 就在这家人 就在这家人 又是好 自然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现在出发了 在回家之前呢 我们要先去一个佛教寺庙 叫Mahayana Temple 我刚刚才能吃了 我刚刚刚才能吃到 我先走 到底没什么 我先走了 我们要不然 你怎么办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